字幕君 即將 文明 字幕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有興奔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兒了? 又是去筍江 筍江站 E出口 又是去那個商場 因為裏面的商場有很多食物 我們今天也去那個商場找一間食點心 因為上次看到有一間叫月得閒 那間店的點心應該也不差 因為看到它和樊樓都很相似 當然我們看到這樣的環境 當然是不放過這個機會 於是又走一次去試一試 我這次就決定去飲茶 其實今天很晚上來 不怕跟大家說現在時間是幾點 1.2 個字 比平時更加硬上來 因為昨天做了直播有點累 所以今天硬了起床 出來的E 出口轉右 轉右有一條自己作出來的樓梯走上去 當然如果行動不方便 就未必可以走這裏 變得真真正正要回到那邊 其實商場就在這裏 我也帶大家走一次 秩 ph Genaks 現在很輕易就苟了 封小極力 壞100km 不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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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就是這間保能環球會 我們進去上去再和大家慢慢談 就是這裏 當然一出升降機上來 接著不是轉右 是轉左 越有空 就是這間得閒飲茶 我們今天就去這裏喝茶 人會比較多 我先看看有沒有位置 我先坐下來再和大家慢慢談 你看看 這個顏色很漂亮 你看到嗎 我們坐下來再說進去 好 進來坐下坐 這間越有空 其實它用QR4落單 但我看到有人可以用紙畫單 所以我也拿了一張紙來看 當然它的價錢是甚麼呢 小點10元 中點18元 大點24元 特點28元 頂點30元 超點32元 晶點34元 尾點37元 階點41元 和優點69元 說到我真的有十款分開 所以我也第一次見到這麼誇張 茶位大廳8元 房間12元 紙巾3元 大包盒2元 當然它給了紙巾 你看看 我立即叫它取消了 其實不如直接說 餐紙花多眼亂 不如告訴你我點了甚麼 你看看 它其實和繁牛很接近 價錢亦很接近 當然食物是否接近 吃過才知道 我們點了甚麼呢 一個鴨屎香的青檸茶 薑梅醬的爽肚 四喜蝦餃 半湯薑汁小籠包 百合醬的鳳爪 明蝦蟹子燒賣 黑椒蒸腸頭 老火鹹骨菜乾粥 芫荽牛肉腸 和情趣笑哈哈漢堡 看看有其情趣和笑哈哈 等食物先來 再和大家慢慢聊 它現在幫我沖茶 你看看 它兩個人真的給我們兩包茶葉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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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程序 第一轉 它應該先洗掉 所有材料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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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就泡第二磚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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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就是這樣 謝謝 這個是灌湯薑汁小籠包 價錢30元 一籠只餘四隻 就不像帆流一樣有五隻 當然買上來一看下去 都是那些東西 用石子兜裝著 感覺上會比較一般 我現在開一隻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已經吃了一隻 感覺如何呢 開完再跟大家說 好了,開一隻給大家看看 嘩,醬汁迫出來了 你看看 肉很新鮮 皮不算太厚 亦是很適中 當然放入石子兜 我覺得它沒那麼容易穿 但味道來說 我覺得比較普通 為何這樣說呢 它是普通到沒得再普通 它有點像普通超市買的小籠包 味道也不是太突出 汁也不會很有雞湯味的感覺 所以這個感覺上 連薑汁也不太能做出來 第一,如果你表明自己有薑汁 第一,薑汁的味道一定要重一點 它不是,也不夠重 唯一可趣之處就是夠熱,夠多汁 當然,它也會有一個紅醋 紅醋,我們只是叫它才會拿 正常,它可能對自己的東西很有信心 認為自己的調味是沒問題的 所以連這個紅醋也沒有給我們 我們問它拿 事實,這個放入紅醋 味道會好吃很多 30元這個價錢 你問我呢 感覺上就會貴了少許 為甚麼呢 就算是佳寧娜或帆流那邊 我想價錢都是20多元 而這裡收到30元 還要只有4隻 我就覺得差少許 這碗是老火咸骨菜乾粥 價錢30元 拿到上桌的時候 是熱辣辣,煙蹦蹦 份量都跟平時香港吃到的 皮蛋瘦肉粥相約 它都裝到有六成半至七成滿 熱到我覺得都算夠了 雖然它不是滾熱辣,會辣到舌頭那種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都會覺得暖偏熱很多 都相當不錯的了 顏色最突出 今次不是白色的,不是白奶 是啡黃色的 那就是證明 要是菜乾落得久 要是鹹骨熬得出 要是鹹骨熬得出 要是鹹骨熬的時間夠久 出了味 還有部分顏色已經落在竹底裡 部分顏色已經和竹底混和在一起 味道吃下去相當不錯 鹹骨和菜乾的味道剛剛好 大家各佔一半 不會各自搶了大家的味道 最特別就是這裡有放薑絲 不是跳出來吸血那種 是一條條的薑絲 咬下去是真的有薑味的 還有菜乾的份量都相當多 不過這裡很有趣 它主要都是給菜乾的葉 而菜乾的狂只給了很少量 所以吃下去菜乾的味道是柔 但是香味不夠突出 可能就是落少了些框 如果它的菜乾加了一些框 或者再加多些葉 可能香味會更加突出 但是基本功 菜乾洗得很乾淨 沒有沙 入口是很軟滑淋的 吃到很濃的菜乾味 排骨方面它是醃了鹹骨的 味道非常突出 而且入口不算太粗 是可以接受的 其實排骨也給了兩至三九 我都吃了一塊 零零丁丁碎了出來的 試了味都蠻好吃的 但是唯一不可取就是竹底 雖然它是我喜歡吃比較稀比較薄那種 但是不夠米氣 為什麼我這麼說 它像用攪拌機 已經變成米糊那種BB仔吃的狀態 所以入口不像在吃竹 像在喝一個稠的羹 你同不同意 這個絕對同意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 吃下去沒有了口感 如果有些米 就算你煲去散開了 都還有一個質感 或者有一個外貌 給你看到 但是這個完全已經不見了 幸好它的味道調教得相當不錯 所以入口也算是可以接受 而且覺得是挺好吃的 差在口感不夠完美 最後來吃竹 我一向都喜歡加胡椒粉 這些都是要額外問去拿才會有的 它都是令上 而且在酒樓吃竹 多數都有薄脆的 香港現在做的薄脆和蔥粒 份量少之餘 看上去的顏色是比較淡色的 而這裏相當滿意 我想這一碟不是我KO的了 待會是留給老公KO了它 好 接著說說明蝦蟹子燒賣 價錢34元 一籠有4隻 一籠有4粒 當然這個是最後才來 因為燒賣很多時候 因為燒賣很多時候 都需要時間蒸 為甚麼呢 因為豬肉要蒸久一點 如果吃生豬肉就不行 所以這些是要多一點時間 說真的 生豬肉吃就不行 拿來砌 我想都一流 說笑而已 這個燒賣來說 它裏面的豬肉份量 豬肉比例 肥豬肉都有4粒 所以這個我很欣賞 而且它的調味調得很好 不會過鹹 亦不會淡而無味 當然它的名蝦即是基維蝦 這個比較失色 為甚麼呢 它是沒有混合蝦 蝦純粹在表面 當然這隻蝦 類似玻璃蝦 很爽身 咬下去也很脆口 但如果這樣做 裏面又沒有菇香味 又沒有蝦味 現在純粹只有豬肉味 有點像甚麼呢 街邊買燒賣吃的感覺 表面也放了一條西蘭花 真的一條我可以用 是篩得很厲害 幸好它的皮 真的沒有蒸過濃 濕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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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新品推介 叫做同趣笑哈哈漢堡 一碟有三個 價錢28元 一拿到上桌的時候 我都相當滿意 原來它的份量 三個得來是很多 想像當中 我覺得它會比較細小 但現在比我想像 起碼大多三分一 看下去 它只是買相就夠吸引了 如果真的比小童吃 真的相當不錯 我想它又不開胃 落地周圍走周圍玩 都會吸引到它回到桌子 靜靜地吃東西 揭開包皮給你看 其實表面已經有一個emoji 好像哈哈笑一樣 是七彩繽紛的 顏色鮮艷得來 那個公仔都很突出 而且包又夠軟又夠軟 不黏牙 非常之欣賞 拿到上桌的時候 它就不是極之熱 但是吃下去都是嫩的 揭開了給你看 其實在包裏 它沒有塗任何醬汁 它都是一個類似饅頭的口感 很軟 不黏牙 少少甜甜的 包皮 另外餡裏面有生菜絲 這些就不像糖生菜 吃下去是西生菜 而且加了很多 平時我們喜歡吃那種甜甜的沙律醬 再底下就是一塊比較豐厚 多於1cm的蝦膠 達成的蝦漢堡的餡 有少少像冬肉公司買到那種漢堡扒 但是它比漢堡扒更豐厚 而且面頭的脆口感 不只是炸了這一塊漢堡扒 是由蝦做成的 它是再加了一些粉絲 炸了 再黏下去 所以脆口感是相當之豐富的 包底也跟包面的一模一樣 都是沒有搽任何醬汁 咬下去也是夠軟熟 最棒的是什麼呢 我已經咬了一段給你看 這個我就免得切開 因為好像看上去沒有那麼立體 原來咬下去鮮蝦味十足 是彈牙的 而且原來蝦不是冰到乾 它仍然有彈牙的口感 還有醬汁調教得非常之好 蝦也有很多汁液 所以吃下去是有juice的感覺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吃 比金拱門的蝦漢堡還好吃 因為有時吃金拱門的蝦比較乾 咬下去沒有彈牙的口感 還有沒有那麼多汁 這裡又有鮮蝦味 又彈牙又多汁 是非常之好吃 體色也是相當滿意 不算太細舊 可以滿足了你的胃口和慾望 快快快介紹了這一杯 單蟲鴨市香青檸茶 我要了凍的 價錢18元 其實什麼叫鴨市香呢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其實鴨市香是一種銀花香單槽 俗稱鴨市香的茶葉 它產地是潮州 它是一種鳳凰單槽茶其中一種比較有香味的茶葉 因為它種在黃色的土裡 所以那些黃色的土樣就叫做鴨市土 茶葉的葉形就像鴨腳 所以它因鴨腳木而得名 所以就叫做鴨市香 如果喝慣鴨市香的茶葉 你就會覺得是比較突出的味道 所以就算加了檸檬 那麼酸味突出的水果 配合在一起都不會搶了鴨市香茶葉的味道 這裡所謂的青檸 它都是給了黃色的檸檬 但是它就切得比較薄了 主要都有四片度 但是其實大部分都是不會超出0.2cm 所以咀完之後 酸味雖然都有 但是都不會搶了茶葉的味道 茶葉方面它都不是給了很多的 看到杯底浮起一點點黑色的那些 就是鴨市香的茶葉了 其實已經磨碎了 所以現在就見不到鴨腳木的形狀 甜度我就沒有選小甜 它都是正常甜度 還有冰都比得夠多 現在我喝了這麼久 雖然喝了接近一半 但是冰都還沒用完 整體上這個容量都超出450毫升 我覺得十幾元一杯 這麼冰凍又有香味的檸檬茶 都比較難得在茶樓那裡叫到 通常都是在首條飲品的店裡才會試到 所以今天熱辣辣 都想試一下新產品 好 接著說說這個白盒醬蒸鳳爪 價錢30元 當然現在標準已經不需要再說了 一碟只有5隻 這個鳳爪來說 它有點像鳳爪排骨飯 蒸得很軟很入味 當然不至於散開那隻 還有一些口感的 它這個甜度和辣度剛剛好 你猜你也猜不到 最重要是什麼 它沒有雪味 墊底花生也不少 這些花生不是全淋 亦都吸收了醬汁的味 說真的一句 這碟只有30元 在香港有時候都未必吃得到 這碟鳳爪我覺得值得叫來試試 雖然只有5隻 雖然來說它輸了 但味道來說它也不輸 而且它也會比較稠 不會說很稀 所以這些拿來拌飯應該會蠻好吃 這碟是芫茜牛肉腸 一碟有6塊 價錢30元 其實芫茜牛肉腸 在香港如果有6條這麼大塊 都藥膜相等於3條腸粉 這裡的材料都賣得挺豐富的 挺飽滿 其實牛肉的份量 它真的賣得相當之多 反而腸粉皮它又薄又滑 我還想吃多兩層 最欣賞的是什麼呢 它的腸粉皮除了薄滑之餘 它有煙韌度 還有米漿味 這方面它做得很好 剛才我都要用點力 才能拆開表面的腸粉皮 因為今天我們在內地 都沒有大剪刀剪開腸粉皮 但看到原來這麼薄滑 都做到這個效果 真的相當不錯 牛肉份量剛才賺了它給得多 裡面的材料都很豐富 有馬蹄和芫荽 旁邊兩邊還放了兩棵小糖菜 一點都不孤寒 還要錄完之後 是非常脆綠 有豐富的菜汁 在框裡面 還有一些草青味都沒有 這個閉處還沒說 唯一一個閉處 就是它最不合格的地方 今次就是牛肉的質地很好 味道一點都不突出 好像在吃一些不知什麼的肉類 是淡而無味的 點完醬油 也不會將肉味提升 其實它的甜醬油 都是分開另上的 剛才我點了很多 但是吃不出任何肉味 剛才老公也吃了一塊 覺得口味如何 牛肉就比較普通 有一點淡而無味的感覺 就好像香港的麵字牛 有些地方做麵字牛 就是這樣 不知為什麼它完全沒有牛肉味 我估計是一些雪牛 或者一些冰鮮牛 但是吃起來感覺又不太像 所以很難告訴你 應該是拿這些叫做黏一級的牛 就不是漂亮那些 漂亮的多數拿來做朝鮮牛火鍋 這些牛肉都不會是漂亮 很特別 質感真的相當不錯 夠滑 有些彈牙的口感 但是沒有肉味 就是一個要害 令它失了很多分數 這個就是四起蝦餃 價錢$37 一碟是有四隻 還有四隻色 有白色、黃色、紅色、綠色 其實顏色只是皮 混合出來的顏色 沒有特別的 不會有特別的味道 其實裡面的蝦餃 跟平時的蝦餃差不多 裡面的筍就一定沒有了 裡面混的肉和蝦 都打得很混淨 就不是有一隻蝦 只剩下的感覺 當然這裡的蝦質素是不錯 我也感覺到 它咬下去是多彈牙、多爽口 但是這隻蝦 我覺得它變成了 感覺上咬下去沒有那麼好 這個來到的時候 湯是很熱 而且你也看見 蝦巴蝦 一來到 有些乾冰 嘩 在飄一下飄一下 這個湯 是有些菇香味的湯 當然你一倒下去 連蝦餃食 好味好多 因為為什麼 咬開少許 然後吸了湯 味道截然不同 同樣咬下去的味道 差得遠 但是當然 現在我們放太久了 就真的有些叫做冷的感覺 但是也不算很差 我覺得也還可以 這個$37 也不算太貴 其實這麼多花筍 即是叫做浸湯餃 差不多 所以我也覺得OK的 不錯 兩隻套套出現了 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套套出現 就是看這裡 看到嗎 其實現在只要大眾點評 我拍給你看 收藏打卡加關注 在大眾點評按收藏再打卡 一隻叫做仙女套套 一個帳號就有一隻 我們兩個帳號就有兩隻 就好了 吃完再告訴你味道是怎樣 想介紹一下仙女套套 為什麼只有一隻 因為仙女套套長大了 被我炆了 說笑而已 其實仙女套套主要有粉紅色和白色構造 對眼睛就好像用了火龍果核 小小粒粒黑色的 剛剛三種顏色就做成一個肚子 其實吃下去沒有三種味道 它只有一種味道 是好像椰汁糕那種味道 是很軟滑 但是真的超級欣賞 它滑得來是夠冰凍 我用個冰字 不是用個凍字 是夠冰凍 嘩 咬下去整身都透心涼 剛才也給了老公試一口 好吃嗎 嘩很好吃 它真的很夠冷 可能因為我們最後打卡 它拿出來 我們又馬上吃 變得很冰凍 很舒服的感覺 甜度它是較微甜的 不是小甜 它比小甜更加輕 所以不喜歡吃那麼厲害 糖分的人就適合了 它軟滑得來是微甜 但是我覺得它的椰香味不夠 它是蜻蜓點水 只有一點點 主要它其實混了一點 類似花奶的口感 咬下去是有奶香味 不是很重的椰汁味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 已經很好吃 還要送給你的 如果單點 其實它也是一個普通點心價錢 所以它現在打卡送給你 真的相當不錯 這個黑椰蒸腸頭 價錢41元 都頗為貴 可能它有一些豬肉類的食物 會比較貴 因為會有另一種食物 又是這樣的價錢 這個腸頭來到 其實它也不算少 也有七件 因為我吃了一件 老婆吃了一件 但是它的切法 就會比較 我不太欣賞 為什麼呢 它這樣長條形切 感覺上的口感 沒有一種陰硬的咀嚼感 這些腸多數是圓咕嚕 好像炸大腸這樣切 我就會覺得它比較好吃 不過它唯一好處是什麼 好夠入味 沒有鬚味 有腸的香味 這件事我是很欣賞的 黑椰味也很濃 所以令到整個腸 更加鮮味野味 醬汁來說 你看到 僅僅熟的 不會說可以拌飯那種 也不會說很稀 好像水溫那種感覺 當然它有一些鹹酸菜 鹹酸菜我覺得挺好吃 它這個鹹酸菜 切得比較薄 不會太碎 另外它的味道也剛剛好 咬下去脆口 不是軟的那種 所以這個 雖然你認為41元 是真的貴的 我不怕說 但起碼最基本它都好吃 不好吃41元 就真的超貴 接著講講這個 仔薑梅漿精爽圖 一碟是41元 跟剛才的腸頭 價錢一模一樣 這道爽肚 它也切得很可愛 你看看 有點像什麼 豬肚絲煲竹 感覺差不多 它這個豬肚 就是豬肚絲的豬肚 你告訴我 這個是爽肚 可能跟我們的概念 有些不同 這道菜 大大小小 也有6至7塊 也不少可以了 薑不是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吃到 我不知道辣度有多高 但是這個醬汁調得不錯 尤其是它的梅漿 我覺得調得不錯 認真不錯 當然它有些蘿蔔墊底 蘿蔔就老婆吃了 餘下蘿蔔的道菜 就由老婆說了 我也補充豬肚 其實它咬起來有些照頭 是近邊皮 末端的位置 就有少少軟滑 主要都是以有照頭 比較硬 有少少煙韌的口感為主 而蘿蔔方面 是我深圳試了三間酒樓裡 最好吃的那間 其實它挑選的蘿蔔已經相當不錯 那些汁也相當豐富 你看看 我輕輕地撕開 哇 那些蘿蔔 簡直是蒸透了 而且它一定有下糖去煮的 所有溫味 草青味 不好的味 嗨味 潔味 都沒有的 它全部只有清甜味 是非常好吃 而且蘿蔔汁水多 是更加會吸引的 它剛好就做到這點了 外皮粗鞋的纖維 全部什麼都沒有 只一咬下去 就已經是爆汁蘿蔔 可以這樣形容 所以相當之滿意 這幾塊蘿蔔 箭底吸收所有日月精華 真的很好吃 現在加了些水 就會有些煙霧離蠻的感覺 看到嗎 這就是泰式冰榴槤 嘩 最後我們當然要加碼 加了什麼呢 泰式冰榴槤 還有木瓜燉雪甲 當然木瓜燉雪甲正在做 我先介紹泰式冰榴槤 一份二十八元只有三粒 但我覺得這三粒 直回票價 雖然你看下去 它裡面的奶油 全部都已經 好像跟榴槤混為一體 好像沒有榴槤肉在裡面 但其實你吃了一些 全部榴槤肉 已經混在裡面 因為它全部連奶油 混在裡面 這個奶油不會令我太反感 有些奶油 尤其是蛋糕那些 很膩很膩 吃一點點 我已經不想再吃 而這個 很想令我再繼續吃下去 而這一層皮 有點像糯米池的皮 嘩 很韌韌韌 軟軟糯糯 而且它拿出來夠冷 本身我們想一開始 就先點了這個 不過不要想 都是吃完食物 才再點這個 否則來到我怕又融化了 如果一開始吃了甜品 味道好像浪費了 我覺得最後才吃這個 就非常好 起碼味道保持住 我們走出門口 去按摩睡覺的時候 味道還是甜甜的 有榴槤味 當然 如果一聲放進榴槤 就算是非常好 這個28元 值得叫來吃 最後來我想要一個完美的句號 雖然月得閒剛才都送了我們兩隻仙女套套 作為一個完美的句號 但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貪心的性格 所以我想要多幾個完美的句號 今天就叫了木瓜燉雪甲 作為我今天這一餐的完美句號 價錢58元 其實58元人民幣來說 可能是月得閒點心款式裡面 其中一項 真是數一數二貴的甜品 QR曲裡面看一幅賣相 真的相當不錯 木瓜又大 雪甲分量又多 還要配合椰奶 椰奶會增加冰糖燉雪甲的香味 還要加上木瓜的元素 在裡面 真是相低一張 最初他忘了拿椰奶給我 不過全菜員都跟我說 我一會兒會補給你 隨後我就先試了這個冰糖燉雪甲 在木瓜裡面不醉一根來試 其實味道已經夠清甜 雪甲是一個比較淋滑的食材 而且它是很有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雪甲 其實雪甲很多人都不認識是甚麼 而且很少地方有得吃雪甲 最近我在平時買深容海味店 本身也有個冰糖燉雪甲吃 不過它不是經常燉 是嗎 現在都不是經常燉 因為它價錢不屬於很貴 但是它功夫多 而且如果銷量不好 它放得太久 它都要扔掉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放防腐劑 所以很容易放得太久 雪得太久就會變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走過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了 說明是雪甲 甲即是蛙類 其實雪甲有稱為淋蛙 是蛙類的其中一種 有些人都知道是輸潤管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是癡性的雪甲 不過它不是真的輸潤管 是附近的脂肪 在秋冬的時候 那些淋蛙就會存在很多營養 積聚很多維他命 和脂肪進入冬眠 大概五個月的狀態 所以它裡面存在很多很多營養 包括它附近的雪甲 即是所謂的雪甲管附近的脂肪 都一樣有很多營養 其實它的營養不僅是有維他命的 那有些什麼呢 其實它是有微量元素 蛋白質和維他命等等 所以我覺得 本身雪甲管附近的脂肪 居然這麼有益 還有這種食材已經過了一千年 在中國歷史上 所以應該是有益的 多數是適合鮮天體質 虛弱、深層不養 和夜睡不佳的人吃的 所以我覺得 食雪甲也是一個有益的營養產品 所以我覺得都算是值得吃的 58元給這麼多份量 都相當不錯 而且最重要是 它做出來的效果好 配合了冰糖和椰奶 真的很好吃 最後還要在這麼大的木瓜裡 木瓜又等得夠透徹 還有木瓜味又滲在雪甲裡 一起吃真的相當不錯 好了來個美人照鏡 剛剛講完木瓜 東西都收走了 因為其實剛才吃的東西 已經收走了 還有甜品 因為甜品木瓜的時間要長一點 接著就講到最後總食評 好 接著講到最後總食評 這間越有空 食物質素真的沒有我想像這麼好 其實上次走過這個經味章 見到門口很多人 打算滿心歡喜 找到一間 中間沒有落場的食點心茶居 我打算挺棒 還有這麼多人吃 看著大眾點評也不算差 進來當然有少少事與願為 其實今天的推介就是甜品 第一就是泰式冰榴槤 這個真的事實蠻好吃的 還有那隻仙女套套 我也是打卡送的 如果真的要叫 18元便有三隻 我們就送了兩隻 即是6元一隻 即是送了12元給我們 今天這餐是423元 我還未買單 因為以我下單 這樣看是423元 但感覺上 我覺得泰流或佳寧蘭 都可以吃得到這些點心 當然在我來說 我覺得佳寧蘭會最好吃 當然個人口味有不同 有人會覺得泰流好些 有人會覺得佳寧蘭好些 但這間我感覺上比較一般 雖然這間真的坐得很舒服 它的泰流也跟泰流很相似 佳寧蘭並不是這樣 佳寧蘭是普通酒樓用茶壺泰流 這裏都是側邊找水壺 再找功夫茶類似的沖 這裏的位置間很闊落 旁邊窗口也有少量卡位 不太多 我想只有4張左右 因為有些人進來再走進去 已經沒有卡位了 這裏比較清淨 我覺得沒有遊客 不是說沒有 是少些 我覺得會比較舒服 其餘是讓我老婆說說 其實剛才老公推介的兩樣 他還有兩樣推介 另外那樣就是 銅翠少蝦漢堡 真的很好吃 剛才老公也吃了一個半 好不好吃 這個也想不到這麼好吃 其實感覺有些蝦包 例如麥當勞 都試過做過這些東西 這個味道事實是做得不差 感覺上這裏不要做中式 做西式可能會好些 還有我最後吃的木瓜燉雪甲 我也相當推薦 雪甲份量給得多 而且它煮得挺乾淨 還要加上木瓜和冰糖的味道 加上野奶真的相當好吃 又夠熱辣辣 燉的時間又剛剛好 還有份量夠多 所以我覺得58元一點都不貴 在香港逛逛地買一兩雪甲或者少少 已經很貴的了 不同以前 以前十元或者十幾元一兩 現在我想你沒有幾十元 你都不要問他了 還有我覺得人家的工夫錢 心機錢做了給你 都做得這麼好 相當不錯 還有份量最重要多 吃得你很滿足 那今天這裏坐得很舒服 還有那些冷氣都不算太熱 我們吃了這麼多熱的東西 都不覺得有怎樣流汗的跡象 還有這裏招呼相當好 他都幫你洗杯洗碟 還有他都有時候拿東西來 有幾個都挺聰明的 會問你是不是要拍照 我現在要倒點熱水下去拍照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相當不錯 還有這裏的裝修都挺特別 環境是挺舒適的 桌子之間不迫 還有燈光都很足夠 坐得你真的很舒服 還有中間沒有落場 這個才是賣點 真的如果聊天喝茶 吃點心和款式 他都有很多選擇 都相當不錯 最重要的是 我不喜歡喝中茶 我還有西茶的選擇 其實那杯凍檸茶 加了鴨市香的青檸茶 我覺得真的相當不錯 都挺好喝的 不過十幾元杯 外面首條飲品都是差不多 價錢 所以我們就沒有推介 其實有些點心不是相當差的 他也是過得去的 不過如果在外面也有機會 試到這些款式的點心 或者飲品 所以我們就不推介 整體上我都算是滿意的 但如果你真的受選 因為點心而走進去吃 我真的會推舉佳玲娜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今天的影片真的比較長 因為吃的點心會比較多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看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